她可以一秒变成青蛙公主古爱玲 也可以瞬间变成至尊宝周星驰 化妆博主有很多 她却是全网唯一被刘德华认可过的一个 只因她掌握了一套神级易容术 一个人就可以化身整个娱乐圈 一代歌后梅艳芳 在她的仿妆之下重新归来 美貌与魅惑并存的青蛇张曼玉 也在她的还原之下回归 她的化妆技术堪比整容医院 说她是换了个头也不为过 完全可以被称为仿妆界的天花板 凌晨四点半的科比 风华绝代的张国荣 倾国倾城的王祖贤 甚至是蝙蝠侠中的小丑 漫威中的飞红女巫 古仪法师都被她一一还原 由她在身边就相当于 同时拥有了吴彦祖 刘德华 肖战 王一博等等男神小鲜肉 仅靠176个作品就吸粉500多万 一个仿妆科比的视频 就让她一下子收获了280万点赞 并且大量涨粉 她的仿妆视频 连外国小哥都看得惊叫连连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易容术 秒变脸 甚至连李时珍 鲁迅等活在历史课本中的人 都能被她模仿得以假乱真 最开始 波波的视频也同样平平无奇 视频中最初 永远是她最不修蝙蝠的样子 苏颜出镜 不失粉带 甚至连头发都没有梳 穿着睡衣就开始出现在了镜头前 可是经过一番化妆之后 她却立马变成了一个 十分精致的女孩 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素颜 暴露在粉丝面前 还将自己变美的过程 全部发出来 可见 波波对自己颜值的自信 她会在粉丝求问化妆过程时 细心拍摄整套化妆教程 也会贴心为粉丝推荐自用化妆品 耐心标明色号 偶然一次一时兴起的 她在视频中 模仿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白皇后 已经发布后 粉丝们纷纷惊叹于 她的神级化妆技术 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 却能将一个外国美女还原的唯妙唯笑 简直静待众人 于是后来 她便开始在粉丝的要求下 拍摄仿妆视频 张一星 肖战 王一博等当孔明星 都被她用自己的脸一一还原 甚至连王一博眼神中的 清冷疏离感都模仿得十分到位 女明星模仿得十分自然 男明星对她来说 也十分得心应手 简直让人拍手叫绝 而随着人气的飙升 波波也逐渐提升了自己的仿妆技术 更是将仿妆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推出了一系列仿妆作品 相比于那些凭借颜值和身材 随便扭扭腰就获得关注的点赞的网红 波波这种技术流涨粉虽慢 但却用实力征服了粉丝 如今 波波的粉丝已经逐渐稳步增长 吸引了500多万粉丝 就连刘德华在看到他模仿自己的视频之后 都对他大加赞赏 不过 随着波波越来越火 网友们对他的身份也越来越好奇 他是连黄渤剑岛都要产生怀疑的网红 他可以秒变周星驰 吴燕祖 也可以瞬间变身古爱玲 他的神级一种术 连刘德华都大加赞赏 被称为仿装天花板的波波 到底是何方神圣 生活中的波波 其实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母亲 只要他不化妆打扮 走在街头根本不会有人留意 平时他的生活就是在家相夫教子 女儿只有三岁 日常生活中的他也比较宅 不出门时也都以素颜为主 在成为一位专职仿装博主之前 波波从事的是影视相关的设计工作 对化妆很感兴趣 平时也特别爱看其他博主的视频 直到2019年下半年 他才决定自己也走到镜头前 很多事业女性在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 都会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留给家人 可是波波却觉得 即便是已经当了母亲 自己也有追逐事业和梦想的权利 因此他在开始拍摄视频之后 也尽力为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找到平衡点 可以坚持周更的同时 也能兼顾家人 最开始 波波也在仿照其他的美妆博主 拍摄一些日常化妆的视频 可是美妆网红实在太多 他实在没办法在千军万马中 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于是他便开始拍摄仿装视频 但要想将明星们的脸还原出来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脸型不一样 他也需要用到很多材料 有时还需要用胶带调整脸型 而他的每一个视频不仅要依靠化妆 还要配合灯光 角度等等元素 在模仿安卓拉贝比 张曼玉等脸比较小的明星时 需要打大量的阴影 而在模仿科比时 他更是为了画出深邃的双眼皮 特意贴了七八层双眼皮贴 化妆嘛 能有多难 很多人对仿装博主都有很深的误解 其实在生活中 想要将自己的脸画的精致都不容易 更何况要变成脸型 长相都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 每次在定好自己即将要模仿的明星之后 波波都会搜集大量的照片和资料 确定造型 对于那些他本身不怎么了解的人物 他还要通过视频来感受 这位明星的气场与性格 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做到神似 才能将这个人物还原得更加真实 而短短几十秒的视频片段 实则是他花费十几个小时录制出来的 期间经历过多少中段和重新开始 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 通常一个视频从前期准备到录制成功 往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而当他化妆完成 也会面临翻车的情况 有时他自己觉得不像 就会干脆重新画一遍 而在征求了粉丝意见之后 他也会重新再回到之前的人物 通过自己的神级异容术 波波终于成了全网膜拜的仿装大神之一 可人红是非多 逐渐走红之后 波波的仿装也受到了质疑 他用神级异容术还原出了巅峰时期 李嘉欣的绝世容颜 就连迷倒了万千少女的黄渤 也被他精准拿捏 陈小春也败倒在他的神级技术之下 百万网红波波到底有多厉害 他可以是疯狂的石头中吐气的黄渤 也可以是龙门飞甲里的西场公公陈 仿装蛊惑在陈小春时 还被本尊赶来点赞 他凭借一己之力让网友们相信 这世界上真的有益容术 不过一向作为技术流的波波 偶尔也会有翻车的时候 比如他还原的奥黛利贺本 却莫名撞脸杨幂 模仿易扬千禧时 明明妆化得很像 可却因为动作被粉丝戳穿 模仿青春油腻的导师Lisa 却被粉丝看成了宋茜 而在接连几次挑战 仿装李倩后却都以失败告终 不过 就长得各有特点 波波能做到90%的相似度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而有些明星的相似度 更是达到了99.9%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一人千面 而当看到波波这项神级一容术之后 网友们也纷纷建议他 去派出所备案 毕竟以他还原出明星脸的技术 完全可以骗过人工智能识别 假如将这种方式运用到步伐途径中 没点高科技还真的难以识别 但当波波走红之后 也迎来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比如他那条仿装科比的视频 由于还原的实在太像 还一度被人质疑是AI换脸 毕竟一个亚洲的女孩 却能将一个黑人球星的脸还原 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不过其实波波在还原明星时 不仅会用到很多化妆品和道具 还会结合光效角度等元素 有时候可能某些角度看着像 但换个角度看着就完全不像了 因此网友们担心的犯罪和骗过人工智能 大概率都是不可能的 毕竟如今的刑侦技术那么成熟 当然不会仅靠化妆骗过警察叔叔 能靠化妆圈存百万 又能将明星们还原的如此相似 不得不说 波波真的让人佩服 不知道他将这项技术 在这项技术练的炉火纯青之后 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